兄弟们 兄弟们 看看咱们拿到了什么车 你们最近最为关注的别克世纪 四座思想版 带你们好好研究研究 你看这个全新设计的前脸 像不像张开的翅膀一样 特别有力量感 观山飞雪式的这个双拼色的外观设计 是不是很大气 来到后面 730颗的这个贯穿式的浮光LED尾灯 是不是很科技 这台车内饰才是重中之重 坐进车里看一看 这个还是在感应式迎宾灵灯光的 哎 门 电子的 一按 它盘开了 来 坐进车内 前面这一块超级大的 叫RMX30寸的 一体式弧面6K屏 显示确实很清晰 高通的855芯片 很流畅 一点都不卡 背光包覆的这个氛围灯 很高级 内饰门板都是这种 石木镶线金属的 是不是有中国山水化的这种感觉 包括这些门板座椅 都是这种麦穗纹的航房纹理 听说是寓意着吉祥 我觉得后排才是重中这种 怎么说 坐到后排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一款4度的车型 你看前面这个32寸可升降的智能屏 跟前排还有一个对讲系统 或者有没有这种大佬的感觉 这个座椅叫160度云感座椅 叫Find Nappa真皮 确实很有质感很舒服 座椅支持18项全电动调节 按摩加热都行 包括这个头顶这个部分都可以加热 这个8寸的中央制控屏也是855芯片的 这个你受得了吗 很智能很流畅有没有 你看这边小化妆镜 因为脸也很尊 头顶 心空顶 有8种模式可以表辑 来 这样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21个扬声器的 这个Bose Inclusive Edition 叫月增音响系统 头枕这边还密集了扬声器 试一下 这就是一个移动的电影院 移动的影音厅 怎么样 太享受了 我都不想走 兄弟们